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美国大片2012,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一部关于爱的影片,让人们知道在灾难面前应该如何选择去爱,不管什么时候,爱都会永生。 影片开始,一位年轻科学家爱德里安侦测到太阳活动异常,地球内部的能量平衡系统面临崩溃,他立马把消息告诉给了总统,当副总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怀疑嘲笑的态度,但是各国知道消息后立刻开始了秘密措施,影片接到主人公杰克逊带着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,却发现曾有美好回忆的湖泊已经干渴,而这个地方也成为了禁区。 充满疑惑的他,在黄石附近的营地偶然认识了查理。查理告诉他,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长期被人类掠夺性破坏,地球自身的平衡系统已经面临崩溃,人类即将面临空前的自然灾害。查理说,有些国家已经在联合秘密研制并建造可以躲避这个灾难的方舟。 杰克逊以为他是个疯子,就一笑而过而走开了。从这个时候,全球开始发生了各种灾难,然而最大的灾难还未来临。 镜头又切到了一位俄罗斯富豪老板尤里的身上,他带着自己的情人去看拳击赛,但是他随后便接到了登船的消息,他扭头便走出了赛场。 在这时候,镜头又切回到了杰克逊,杰克逊把孩子送回了家,然后接到了老板尤里的电话,让他去接自己的孩子去坐飞机。 但是老板的两个孩子在临走前说出了登船的事情,这让杰克逊恍然大悟。 这时候,杰克逊的脚底出现了裂缝,他立马租了一架飞机回去接前妻和孩子。 这个时候,城市开始大地震,城市开始下线,火山开始爆发。 杰克逊一家开始了逃亡,他们开着飞机去找了查理,但是查理坚持要见证这个危难时刻。 在一个国家在灭亡的最后时刻,所有人都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撤离,总统欺骗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留下,陪伴所有的人民面对灾难。 然而另一边,杰克逊跟随老板尤里一家登上了去往方舟的飞机,经过一路磨难,尤里带着两个儿子踏上了登船的直升飞机。 然而杰克逊一家和富豪的情人踏上了另一条登船之路,但是时间不等人,灾难再次提前来临。 在这个时候,副总统为了利益,提前关闭舱门,把成千上万的人扔在了舱门外。 但是在总统女儿的劝说下,副总统打开了舱门,在关闭舱门的最后一刻,尤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活下去,把儿子扔了上去,自己却掉了下去。 在那一刻,不管他有多少钱,不管他有多辉煌,那一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。 另一头,杰克逊跟随工人经历一番波折后,也进入到方舟,但是他们无意中使得方舟的舱门无法关闭。 最后因为杰克逊与儿子的默契配合,拯救了全船的人。 影片的结局讲述了世界趋于平稳,人类将继续繁衍生息。 这部影片体现了爱是一切的信念,爱是生命的延续,爱需要表达,爱经不起等待。 影片的结尾,当方舟门门打开,大家走出甲板,身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。 爱尽管从未离开,但也请让对方感觉到,在大自然面前,我们是多么的渺小,脆弱。 无论你尊贵为一国之尊,还是平凡为一介草民,家人是永远的牵挂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